我觉得我来玩大场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我很庆幸也很开心经历了很多次舞台 然后想做去没有做的事情就是 我想绕那个大场环游一圈 就是这个大场有点大我还没完成 就是完全走过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定时定点的走在 树楼跟我们的宿舍同之前进行练习休息 然后还想去到大场的更多地方吧 我现在心情就是 我觉得就是本来看似漫长的旅途 原来这么快就要结束了 觉得其实还是有点不现实的 总感觉就是做了个梦 然后现在醒了马上就要到学校 然后觉得这个旅程很快 然后快到让我没有感觉 然后我比较怀念的是 我的每次舞台吧 尤其是我出舞台 因为它是我进入《青春游泳三》的第一个舞台 也是我跟我的《青春游泳》完成的一个舞台 然后这是我最怀念的一个舞台 以及我怀念在舞台上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觉得出去之后 舞台应该不会这么频繁这么多了 所以应该会带给我很多的发念 然后我觉得对于期待的话 我是对于每分每刻都有期待的 就哪怕是在今天 那我下一秒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一定的 我觉得这个期待不光是我自己在期待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因为我 永远不知道我下一秒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希望我永远是在正向的发展 永远是在向上的发展 上班 11号上班上走秀 全能打工人 和大家网友 本次给人一次标签 你最喜欢打工人 第二个是全能打工人 我比较喜欢全能打工人 因为我本来在外面就是一个快乐的打工人 然后就是 这份打工人的经验也给了我很多很好的收获 以及我来到这边能用到的一些技能 对我觉得还蛮实用的